你 其实长得也挺好看的 没你相公好看 相公 相公 我刚跟你妹妹聊了好久 我还挺喜欢她的 我们两个 未来一定是一对好公嫂 李秋雅 外面 是 怎么了 那个 李秋雅 外面有人找你 找我 谁啊 好像是佣兵 说是你家人 家人 我出去看看 好 小一线 娘子 我 这个箱子呢 是我们用来装被褥和生活用具的 现在 用来装你 云兰宗到现在还在找你 你要是被发现了呀 这事我们全都兜不住 好吗 那你下了山去去见我爹 然后娶我对不对 我们当然是要去见你爹的 把你交给你爹之后呢 我也就放心了 这是我呀 我还得回去继续上学呢 那你什么时候娶我呀 我们先不要谈这个事情 你看 你也是孩子 我也是孩子 虽然我们 没有 没有虽然 嘉南学院是不让学生结婚的 对吧 那我们就不上学了 怎么可以不上学呢 来来来 学费都已经交了必须得上啊 来来来来来 我呢想回去 想办法把你的恶难毒体给治好 等把你的毒体治好以后呢 我自然会来找你的 以后的事情我们以后再说 好吧 好啊 那我就不回家了 我就跟你去上学 白天你去上学的时候呢 我就躲在这个箱子里 然后晚上你回来的时候呢 出来陪你呀 胡闹 胡闹 怎么可以这样子呢 上学就应该好好地上 就应该有个学生的样是不是 你什么都不要说了 你是不是已经叫我相公了 是 那我是不是就是你相公了 是 那你是不是应该听你相公的话 是 现在进去好好藏好 哎呀我天 比大魔兽还要累 你们啊 你们要出去乱说 我谁都 萧严同学 呃 我们出去透透气 透透气 别啊 加油 你先忙 你先忙 刚刚不是收拾得挺来劲的嘛 什么事 听说你刚回来 去哪儿了 被野狗咬了 是啊 差点就被咬死了 不过没事 那野狗啊 也不是你招来 没事就好 像薛儿还凶我 像是我把你害了一样 我知道你们兄妹情深 可我是纳兰家的人 事关家族情谕 我必须要澄清一下 就这样 你 那有人晕倒了 快过来 快过来 你没事吧 像个 怎么了 帮我个忙呗 说 帮我去看一下 刚才那个姑娘死了没有 你干什么了 她刚才对你说话那么凶那么好 我实在是看不顺眼 所以 我就偷偷地给她设了一根毒针 如果你现在再不去看她的话 她可能真的要死了 你 她会干什么 你 她想要死你 你 我 还没什么 包护 我 你 这 我 我 你 我这儿有解药 什么药 凝沙丹 应该可以解采这种毒 若林老师 咱嘉南学院的学生 竟然会使用暗器 不简单哪 小妍 我听说 他刚才是从你的帐篷里边出来之后 就晕倒了 有这事吗 如果此事真的与我有关 我总会特意爬来送几样子 也是啊 他中毒还不太深 肯定是刚刚中的 如果不是咱们的学生所为 莫非这儿还有外人吗 会不会是 云兰宗正在找的那个女孩 之前就有同学说 在森林里 看见她晃来晃去 她疯疯癫癫的 说不准就是她 都在啊 这 撞起来了呀 不能被别人发现了 不能被别人发现了 林萱雅要走了 我 我不跟你们回去了 发生什么事了 刚刚我家里人来找我 跟我说我叔叔 也就是薛战佣兵团的团长 前几天被人给杀害了 现在团里群龙无首 正在闹林红 叔叔的手下 得知我现在在魔兽山脉 希望我能回去 继承团长的位置 你要继承傭兵团 马上就走了 马上就走了 我从小被叔叔养大 他就是我的爹娘 我一定要找到 杀害叔叔的凶手 替他报仇 那老师呢 老师怎么说 若林老师已经批准了 我可以请假 那你还回嘉南学院吗 可能会需要一些时间 但是我处理完家里的事情 我就一定会回来 好 那你回去以后多加小心 有需要帮忙的 随时通知我们 出去打架 可别输了 别给我们盐帮丢脸 我知道 不错 发达了 可别忘了兄弟啊 那你快去快回 我们等你回来 联邦 即胜 不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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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错